Yo,这里是神奇海洛,大家好久不见 今天这期视频是讲春季的穿搭的 但是在这期视频开始之前先跟大家扯两件事情 一个是今天,是礼拜六大家都知道 那个Supreme和Stone Island的联名 然后我也是激动万分去官网上抢购 结果,结果 我本来是想抢Stone Island联名的那个双肩包那个黑色的 结果我抢成了这一季度Supreme开季的那个 没人要的黑色的双肩包 然后我也是没有想到它既然还在官网上 所以我就措手抢成了那个包 太被吹了 然后具体的信息呢 我有发在B站的动态上 然后那个包的话 我是打算低于日本的原价出售 然后你们要的话 可以给你们一些什么开机的小礼品 贴纸什么的 如果有意的同学私信我 具体的私信我一下 言归正传 那这期视频是讲穿搭的嘛 那么最近天气呢 也是越来越热了 然后马上春天了嘛 大家知道春天秋天 都是最能够在穿搭上玩小心思的季节了 我相信各位潮男潮女们 你们都已经迫不及待了 对吗 所以这期视频呢 就分享一下我的一个春季的穿搭 然后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点灵感启示 不一定要学我 真的不一定要学我 穿出自己的风格才是对的 今天这个穿搭呢 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小主角呢 就是 当当当当 当当当当当 这个是我最近新买的一个帽子 这个叫什么冷帽嘛 反正就是有点像我之前戴的 刮皮帽的那个版型 然后这个帽子真的超级好搭 我选的颜色也是黄色 非常好搭的颜色 好搭在哪里呢 就是戴上去之后就能够很日系 那么做一些简约 然后干净清爽的日系穿搭的相中帽子是必不可少的 所以 这个帽子今天也算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主角吧 然后我们具体的看一下 我给大家分享几套穿搭 那第一套呢 我还是选了最轻松 最适合日常出街的一套 那上半身呢 选择了优衣库的四代衬衫 和Neighborhood的藏青色刺绣衬衫衫做打底 然后下半身呢 还是最爱呢 调前卡鞋色的灯线绒裤 那在服装的质感上 营造一些层次感 那最后再搭上一双四代三十六 那这样一个非常复古的一个装扮 就大功告成啦 我加了滤镜 所以你们可能看不出来 其实我的袜子是蓝色的 然后和我内搭的衬衫是有一个呼应的 你们估计看不出来吧 然后头顶一顶小黄帽 那做一个点缀 那一套非常严细轻松的日系装扮 就大功告成啦 来到第二套呢 我就想搭的稍微街头个性一点 那内搭的衬衫和鞋子不变 那裤子呢 我换成了浅蓝色的九分牛仔裤 这样比较街头 然后外套再套上了 Supreme这一季的开季的一个拼街哈林顿夹克 那这个夹克呢 是相当难驾驭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啊 它的色块非常的复杂 非常的花 其实是比较难驾驭的 所以呢 我选择了这样一个内搭式 比较静色系的一个穿搭 那稍微缓解一下它这个比较花的一个视觉效果 那整体的一个造型呢 我个人觉得还是OK 当然如果你觉得不满意 你可以把这个夹克换掉 像这样天气热了之后呢 你把外套去掉 就这样一个简单的静色系的一个穿搭 然后再加一点不同的黄色啊 这点缀也很棒 那前两套呢 我都秉持着春天的色彩要鲜艳一点 活泼点的原则 当然了 如果你想穿的还是像秋天一样 比较内敛 比较低调 比较酷的话 像这一套比较高阶的一个黑白 高阶风格的一个穿搭 我觉得应该可以给你做一个参考 那非常简单 就是黑白灰三个颜色之间做混搭 然后鞋子的话选Y3肯定不会有错啦 个人建议最后还是要选一件 亮色系的单瓶做一个点缀 然后今天我第一次试穿上一次买的 优衣裤优的亚麻的短袖衬衬衫 我发现非常的棒 版型非常的宽松 非常的舒适 很适合就是比较热点的天气啊 像是春末初夏这个季节 这样搭起来就非常的延细 非常的日系 然后呢我再搭了一下 Supreme的这个拼接的哈利顿夹克 我发现整体的这个色调上来说 都是挺适合的啊 意外的还是感觉不错的这件衬衫 那推荐给大家 毕竟优衣裤优嘛 买起来也很方便 价格也不是特别的贵 如果想要入手的话 最近可以赶紧入手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国内还买得到 诸如此类这样穿法实在是太多了 那本视频呢也是仅供参考 那大家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然后创造出更多 然后兴起有个人特色的传达 那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神奇海洛视频的朋友 喜欢没有了 点赞收藏投币转发 然后关注一下我的B站 关注一下我的微博 然后谢谢各位一直来支持 天气热 让我们造起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